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餐厅 酒店 这种人能量过往比较大的这种的 街边生意的话应该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我非常的诧异 还比我懵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土地中间插了一个牌子 牌子上写的是not for sale 意思就是不卖 然后我就特别疑惑的看我这朋友 我说人家写的是不卖 你怎么买 结果那朋友说你懂什么叫姑鸣钓鱼吗 姑鸣钓鱼我是懂的 这个我肯定是懂的 但是我是有点没整明白 这公鸣钓鱼和这个土地有什么关联 后来我的朋友就跟我解释说 如果这个菲律宾人在这戳一牌子 说这土地for sale 那就说明了这个外地的这个地主 肯定是继续用钱 他是有需求的 那么买方就可以拿他一手 对吧 就是说有更多谈判就是价价的空间 那么这个地的价格也就跟周边的土地价格差不多 那么这么好的地如果他直接插一个牌子告诉你我不卖 那么肯定很多真心想买的人就愿意采高价格去找他谈 那他的土地就能卖出更高的价格 这就叫他卖地的公鸣钓鱼 公鸣钓鱼 我也听到也不是没道理 因为咱们中国有很多的事情都是这么做的 对吧 就是一些商业手段也都这么盘的 也是有可能的 咱俩不能说菲律宾人都傻 然后我们就说那就问问这个地主 看看他到底能多少钱接受卖这个地 找找周边的这些邻居 地边这些住的菲律宾人 别说最后还真找到这个地主 联系方式 后来找到人就跟他提买地的事 结果一门棍就让人给抽回来了 人家说不卖 我写了不卖了就是不卖 为什么我写了不卖 你们还在找我要买地呢 后来我朋友说可以给高价买 把他的能出多少钱的一个想法 或者说你不卖也行 什么能租地对吧 合作这样的 结果人家菲律宾人非常坚决 这块地就是不卖的 最后朋友没有办法 后来我看看那朋友我就说 我看来菲律宾人可能还真不懂什么 叫孤鸣钓鱼 就是还是蛮实在 不卖就是不卖 大家也别再跟人家死磕了 走吧 这事就散了 我觉得这事啊 有点苦笑不得 挺有意思的 就真的还是有一些这个文化 跟思维上的冲突 都不是说 就是人家菲律宾人 能跟咱这个想法路线一起走的 也挺有意思的 给大家分享一下 得了 这是跟大家聊这吧 别人们再继续扯到菲律宾的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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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